多謝主席 我自己在這部份問了幾條問題 都是跟長者有關的 包括長者健康中心的問題 過去我們申訴部都有很多這些個案 另外在我的選區特別是深水埗 另外關於牙科治療的問題 還有就是醫療權 在看局方的答復 我基本上都可以接受 因為都是相對比較具體的事情 我反而有興趣 局長在這裡想問一下 就是你在演詞裏面 有關醫療衛生這部份 當然大家都會很關心 24億給醫管局 衛生署獲得多兩億多 其實衛生署的兩億多 大部份就用在增加的醫療圈 其他事情都沒有做過 譬如你長者健康中心 你現在究竟怎樣做 事實上你一定要驗有病 接著你會截散很多其他資源 整個配套結構上的問題 我覺得是要想辦法解決的 舉例 但我比較有興趣的是 提到醫療改革的問題 這是每年都說的 每年都說 你要找個答案 以及給時間表出來才行 每年都說 每年都說我的事情 如果局長 我不知道你的幕僚 有沒有想到去年 你的上一手 周醫生 同樣的那篇演詞 跟你現在的那篇 分別在哪裡 不是沒有分別的 但大致上是沒有分別的 你不能讓我們聽到的進度 譬如 按照公眾資訊的結果 推行各項改革措施 但我們要知道一些具體的事情 譬如你提到醫護人力規劃 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 督導委員會 這個名字很長 會年內完成檢討 我想問你這個年內是怎樣解釋 OK 第一 直接的答案是2013 OK 那你死2013 即是今年之內 你意思是 羅毓民議員 你接下來有問題 當然有 我未完 我現在問你 你不要浪費我時間 我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好了 就如何應付 即是預計的醫護人力需求 預計醫護人力是何所指呢 這預計的意思之外 我們要考慮很多因素 譬如將來我們第一 人口的老化 第二 我們疾病譜的變化 第三 我們在公營和私營裏面 會增加醫療設施的情況 譬如說 公立醫院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我們會 在哪些醫院 會有新的醫院建立 會有哪些抗衝的計劃 然後 就算是私家醫院 也會有抗衝的計劃 有些新的醫院批出來 還有些新醫院計劃 所以這個 所謂方程式 要考慮這麼多的因素 所以我們便要一些 比較具體的事情 局長 對不對 你現在剛才說的 那樣東西 每樣都有個數量 對不對 你要預計 預計的方向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 對不對 或者那個性質 但是我們希望 會有些比較具體的資料 可以看得到 另外就是關於醫保 大家也知道 因為這個很大爭議性 對不對 現在放在這裏 你何時才搞定呢 就是今年內提出具體建議 今年內是甚麼時間呢 最快是 2013年之內 我知道 那之內 現在已經一半了 即是年底之前 對 我們承諾年底之前 具體的報告拿出來草論 因為這個 你一拿出來的時候 又等於要公眾資訊 又要在這裏 柴柴柴吵一輪 這次的諮詢是具體方案